2月15日今天第一部分就讲财政预算 下个星期出 你看到香港的情况 有一些很实际的事情 就是过去那几年很明显就是人和 就是有很多你不要规格哪个责任 总之就是在社会乱到那么厉害的时候 就赚钱那些找不到 生意走了 也都 经济差洗那里要洗很多 接着就疫情 他现在他相信就是说那个疫情就过了 他说伏偿他说伏素 但是其实实际上是不是他说伏偿 他说从啟就可以开到 我都说过了不是说拍制 你一拍就那些东西就马上会回来 不是那么神奇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现在你现在说伏偿 就是实际上那个 情况就是外卫 外卫其实是 今年衰退的机会都很大 现在那条曲线其实越来越倒挂 他在预示虽然不是一个深度衰退 但是衰退不会短的 那你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看看以前香港的情况 就是外卫如果举范有收缩 你香港不会无份 因为香港一收缩的时候 你都可以量一下 以前那个情况就是 无论你用那个财政的凝赤 就是究竟是surplus deficit 或者是你看那个储备的上落 其实跟那个经济周期的关系很高 就是你很简单 你一叉的时候 你那个回来的那条数 就是交税给你的人一定是少了 洗那里比如失业 各样的会多了 但是你现在面对那个外卫 会向下你走不掉的情况之下 你看到整个政府 他那个预测的基础的看法 都是说香港是不会跟外卫的 香港没事的 就是会逆着全世界的大楼去这样 可以复苏 他以为大陆会这样 但是你看一下 实际一点 看看过往的历史 就是其实外卫如果出现收缩的时候 你大陆都没有走鸡的 都一样会向下 我们看这些数字 比如说第三月那里 第三月那里 你看到这个就是财政储备的数字 财政储备就是 我们刚才说的那条stock的数字 你看到是 就是之前也有个 有个是挺高的数字 一路都推下来 那当然我们看headline 就是说 11,000亿跌了8,000亿 但是他现在就 用不同的方法去表达给你看 就是说可能是 会议变化 还有月数是多少 但是你看到就是 近几年那个 就是 洗钱的哲学是多不同 跟之前就是对比 20年前 当然有通胀 但是这20年来香港通胀也不是很高 突然间可能有一陣子洗得很厉害 就算说 疫情的最水深火炎的时候 2020、2021 你不要计算那个 那你计算最近那条棍 也是很厉害 但是如果 如果看回以前的经验 就是你真的有一些衰退 埋身的时候 以前菜叶被 攀为守财劳 他都已经差不多去到 没什么动力 那条绿色的线都是跌 但是如果你真的 出现 譬如说楼价那些 问题都出来了 你那个下跌可以是很厉害的 下一张你就看到那个综合帐目 综合帐目第四页 你看到就是 一条是收一条就知道 那长期来说 蓝色那条就高过绿色那条 收高就知道 这个应该才是正常的 所谓的量日违出 但是当然就是 说着 你如果量日违出 不是一个每一期的计法 以前也批评过 你每一期量日违出 那你没有可能反周期 没有可能反周期 你就做不到什么政策出来 那现在它叫做有反周期 但是呢 你看到一样东西就是 202223年 你现在那个情况又开始 惡化了 就是跟着来的经济周期 转叉的时候 你有没有把握 可以把蓝那条抬上去 绿那条抬上去 D100网站D100.NET订购 想即时过数 用转数快就更加方便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没有不明白 可以打给我们D100网台转线 电话22971825 22971825 妈 妈 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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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